大家好 很高興和大家繼續講這個知覺倫2 上一堂講了 開始了 今次繼續 這個是幫我們溝通的 我也在這裡講一講 我昨天幫了一對夫婦 我不會講名字給你聽 過程使用這個知覺倫 如果幫助有多大 我會讓大家知道 讓大家明白一下 知覺倫不是只是一個知識 是真的有用的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 我解釋了以後 我解釋幫助夫婦有些什麼 他們的關係在昨天談完 是很大改善 這個是很奇妙的 知覺倫是什麼 首先我們知覺 我們人的知覺 以及我們的跟人溝通 是有哪幾個範圍呢 就是有左手邊開始 I do 或者 I act 我做的事情 首先我講一講 這些 Powerpoint 全部我都會放在 Google Drive 如果你不知道 Google Drive 在哪裡 我會放在我們的頻道 這些 Powerpoint 我會放在上面 你可以下載的 你就不用擔心拍攝了 不過你有一張照片 你真的想拍攝 你可以拍攝的 那就是講到我的行動 即是之前 現在 將來 譬如說我剛剛去買菜 我去同一個人聊天 我去探訪 我開車 路上有什麼發生 即是我做事 我的action I sense 是我看到 聽到 聞到 身體感覺到 或者身體覺得舒服 不舒服 因為我 sense到 I think 是我覺得 我認為 我相信 即是經過思想 sense 是經過身體的感覺 think 就是經過身體的腦 然後左手邊 下面 I want 我要什麼 然後I feel 就是我的感受 即是譬如開心 我們講過幾個感受 就是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hurt 就是開心 glad, sad, 憂愁 mad, 憤怒 afraid, 懼怕 and ashamed, 羞恥 and hurt, 受傷害 好了 這五件事是很有用的 我簡單講一講 這五件事是有什麼作用 任何的經歷 例如我跟太太一起 我們去拍雀仔 去踩單車 去打羽毛球 有些人說 你這麼多東西玩 人生是可以享受的 大家都可以學一下打羽毛球 你想學游水 找一下後面的Betty 這個Betty是教游水的 我可以教你游水 她是教游水 她又是救生員 我們一起去做這些活動 I sense 我看到她很開心 我跟她說 我約她去哪裏 她很開心 我看到她笑 I think 我覺得我們關係很好 我們可以享受 I want 我想更加跟她有好的關係 我們一方面享受 一方面一起侍奉 能夠開心心侍奉 有一個好的見證 一生榮耀神 我從她身上學習 因為男女總有分別 男女可以從女學習 女女可以從男學習 I feel 我是開心的 我整個是開心的 我們一起做什麼洗碗 都開心的 就算挖一架 挖一架 挖一架都很好玩 都開心的 做人可以這樣 每一個經歷 其實都有各方面 當我們各方面都說的時候 是豐富很多的 好了 我講一講 昨天發生的事 因為有對夫婦 我之前已經有輔導過一次 現在他們仍然繼續有些問題 因為還未處理得了 其實不只是還未處理得了 而是因為溝通 很多時候男女都有問題 就是男性比較少說話 少表達 女性就覺得不開心 不開心的時候 她就會有負面的反應 就說 為何你不跟我 她未必是這樣的說法 總之有不開心 有情緒 丈夫就覺得有壓力 也覺得她有些控訴 就像她以前做過一些不好的事 以至現在一直都不開心 其實太太就不是 太太就說 我只是想關係好一點 但是她的過程 她得不到 所以她就會很容易生氣 很容易發脾氣 她發脾氣 丈夫又很發脾氣 昨天去到沒多久 丈夫說了一句話 她說我今天情緒不好 因為她昨天早上發脾氣 情緒好不好 我都沒有心機說 一開始就已經這樣了 但是我便很平靜 我又不用發生氣 我又不需要發生氣 她的太太都說 整個人都鬆了 變了 過程 其實我發覺 他們很多事沒有溝通 沒有溝通的時候 我先跟她談了一段時間 我首先解釋給丈夫 我告訴丈夫 我說 其實有時她不開心 那一句話 她發脾氣 其實她不是控訴你 她不是說你做錯 她以前有一件事做得不好 她不是控訴你 她是真的告訴你 她有過去的經歷 令她不開心 她只是表達這件事 但是那個男哥 就會當她是控訴 於是男哥就不開心 我經常想跟你好一點關係 但你總是不滿意 總是不開心 這個其實很多夫妻都有的情況 女性就想溝通 多一點表達 男性就覺得 不知說什麼好 又不知說了你會不會不開心 總之有很多這樣的反應 好了 她們都一樣這種反應 那女兒那個 甚至覺得 哇 真是很辛苦 很辛苦 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怎樣能夠幫到她們呢 我怎樣說呢 我跟她說 其實你太太只是想你關心一下她 回應一下她 溝通一下她 她說她經常想深度的溝通 我都不知道怎樣深 怎樣深入 怎樣深入溝通些什麼 她又不知道 那我就去講這個知覺論 那我就講到 其實你很多很普通的東西 你都可以用來講 講出你的感覺 你想些什麼呢 那大家會容易溝通 即是有個指引 容易溝通 那我就請那個丈夫先 我問你上班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她就說了 那她說到 她們公司有個人離開 又要找回一個人 很難找回這麼巧的人 那我就邀請太太 你回應吧 即是你兩個溝通 你回應她 你能夠表達她的感覺 即她當時的感覺是什麼呢 那她說得她有壓力 即是在做工上她有壓力 那我後來都加揚的 我就說 好像這個公司的事情 你都挺有 即是你是挺高層的 所以你變成 你好像有個人離開 你要負責這件事 所以那個壓力更加大 那這個過程 即是太太回應 那她說得很輕鬆 為什麼呢 因為太太回應 她的困難 太太回應 那我也請了太太 我說你多謝你先生 將她面對的說出來 那大家就溝通了 那也請了個先生 我說她的回應 令到你什麼感覺 她說覺得挺輕鬆 舒服 因為她跟我聊天 接立我這樣 因為起初太太沒有什麼反應 那太太想什麼 說她想說的那些事情 但是丈夫說她又沒有興趣 公司的事情 公司的事情 沒有什麼大興趣 又不會回應 於是就 她就想說她的那些煩惱 丈夫就不想聽這些煩惱 好了 丈夫說的時候 她太太回應了 今次我引導她 你回應這五件事 你問一下她哪方面 譬如感覺 你想怎樣 你有什麼想法 你有什麼看法 她就說了 然後我又請她們說 另外一些事情 說一說一說 總之兩方面說的對方都能感受到 不過男的傾向是什麼呢 就是想幫她 慢慢給她 那我就說 給她意見 其實對方聽一聽 會覺得不太喜歡 因為 你說到不開心 對方就說 你不要不開心 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那人又未必贊成 讓她有壓力感 反而你說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知道你裡面有什麼感覺 這五件事都可以說 譬如說 我知道你在做什麼 我知道你在想法 你覺得 這個事情很困難 很難解決 你想請到一個人 你覺得有壓力 可以把她的內心世界說出來 你都可以問問題這五方面 這五件事就讓我們知道 原來有意義的溝通 就是說出自己內心世界和面對的事情 而世人說話是喜歡說什麼 要是說三姑六婆 沒有拉姦 說誰是旁邊的那個 這個人真是壞 那些不是表達的溝通 Awareness view就是說到一個知覺 我們裡面的知覺的東西 有些人不是說 別人說你 是你壞 你又不聽我說話 你又不幫我 你又是沒有用過 為什麼呢? 對方覺得你誤會我 我又不是這樣 你就封送我 所以用一個I statement 就是我講我自己 我想你跟我一起聊天 好嗎? 我想 這就是好的溝通 我想 我喜歡你跟我溝通 我喜歡你聽我說話 我很開心 我又想知道更多 你跟我說話的時候 我覺得有滿足 我又覺得我們可以越來越多溝通 即使我已經說了幾樣東西 即使使用這五樣東西 因為我是熟悉這五樣東西 那時候我在聖經大學的時候 特意給錢給老師 我們會這個周末教你這件事 你如果要學 就要給五十元美金 因為不是很貴的 五十元美金去學 但學了能夠熟習是另一回事 所以我們今堂都會繼續練習 怎樣使用 當他們談的時候 說出他的感覺 他想什麼 他面對什麼問題 然後對方又回應 又會說 謝謝你說出來 我知道原來你這麼擔心 這麼有壓力 就不是說 你不要擔心 這就是吩咐 我們不要太多指令給別人 就算他擔心 我們可以怎樣說 你想不想輕鬆些 怎樣不擔心 這樣是正面 就不要說你又擔心 這一點很重要 我們輔導的時候 千萬不要說 你又擔心 你又激氣 你又怒吵 這個是指控來的 沒有人喜歡聽的 每個人都不喜歡聽的 這個有沒有人喜歡聽 沒有人喜歡聽 但是你可以說 我發覺 我看到你有些不開心 你說給我聽 有什麼不開心 你想不想 這些不開心 走去 原來這五樣東西 這麼簡單 其實是專家研究的 他們真的將人的溝通 人的知覺去分辨 然後發覺這五樣東西 是一個很簡單的 五樣東西 讓你學到 讓我們可以溝通 我用這個例子 讓大家看到 原來輔導 或者跟人溝通 兩夫婦溝通 都可以這樣 如果我們的溝通 越是能夠表達 我們內心世界 對方是更加能夠明白我們 而最好 能夠每一件事 都可以有五方面都說 例如我講 現在的情況 我看到你們 首先我自己在講訊息 我看到你們的眼睛很大 每個人都看著我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你們都很專心聽 我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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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們有心學習 我覺得我們有前途 你們有前途 你們可以讓神使用 我想提升你們 將來你可以輔導人 每個人都可以設定 為人祈禱 更新人的靈命 想不想 你們就想 邀請你們想不想 我將五方面講出來 你就會覺得完整 譬如我只講一件事 我看到你們很開心 你聽到是好的 不過 你不知道什麼開心 不知道到底包含什麼含意 但我們講完五方面 是不是豐富很多 大家知道的詳細很多 如果別人跟你這樣溝通 是否會覺得豐富一點 就是覺得 好像有些聯繫 大家有聯繫 所以希望大家 今堂都會繼續熟習 好了 這個知覺倫 我們剛剛講了 好了 這五方面 我要很簡單地講 就是ACT 就是 我之前做 之前做的都很重要 譬如有時候 其實兩夫婦很多時候就是 出了街很久都不知道去哪裡 就是說我才去買東西 那為什麼買這麼久呢 原來 一間店舖買不到 買不到 就去第二間買 那間又貴 又第三間 譬如這樣講出來 就講出過程 這個就是我以前做 或者現在做 譬如有時候有些人說 你做什麼 沒有反應 我在想著 因為我一會兒要去廣道 我現在在想著 所以沒有反應 就是講出一個行動 人家就會明白 為什麼你沒有什麼反應 還有我將要做的 我們都講過一個例子 就是有個人經常都說 我很想跟你結婚的 你想什麼時候結婚 我想就不是行動 只是I want 你經常都說我想跟你結婚 那人當然有問題 那你什麼時候結婚 你說想 你經常都說想 沒有用的 當然要什麼時候 下個月 第二年 什麼時候 是不是無了期 這個行動 就是我準備明年跟你結婚 I sense 就是我看到什麼 聞到什麼 身體感覺什麼 總之整個身體的感受 然後第三 就是I think 就是我的看法 我覺得 通常來說 我們覺得最好有些證據 譬如說 為什麼我知道 不僅僅信我 我們說我知道神是真的 是真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研究過很多證據 很多預言 神可以經歷 有些人上天堂 有些人下地獄 讓我們看到真的有天堂 下地獄 這件事 為什麼 I think 我覺得是有個神 並且我去到一個程度 我知道神是真的存在的 或者 有時候人會跟別人說 我覺得你對人有興趣 最好說到原因 我發現我一說 打球 你的眼睛就很大了 你很有興趣 即是 是不是你對打球也有興趣呢 就看到他的表情了 我想了 譬如我想什麼時候見你 我想成長 我想更加開心 在主中成長 這就是我想了 然後I feel 就是feeling 就是我們的內心 對於發生的事情 或者人的那種 心靈的自然的反應 就是我的感覺 而我講過有幾樣 就是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和hurt 就是開心 憂愁 憤怒 害怕 羞恥 內疚 和受傷 我們講一講有限的知覺 那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很多時候 人的知覺是有限的 那有什麼原因有限呢 第一 不留意 譬如很簡單 有個人 其實他不喜歡 有個女生 那時候我們在教堂 有個弟兄 他跟女生拍拖 他帶女生回來 每個人都跟他說 你千萬不要跟這個女生結婚 因為那個女生 連對那些教育 有普通的禮貌都沒有 非常之沒有禮貌 態度很差 就是一個非常不好的表現出來 那這個男生就說 我不敢 我跟他聊天 他說我不敢跟他分手 因為他每次都說分手 他說我會自殺 所以我不敢 我說你不可以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他這麼多問題 你將來會受苦一輩子 所以你不可以這樣做 但有時候 他會沒有留意到 他為什麼這麼害怕 沒有留意到 他為什麼會這麼受影 沒有留意到他自己被控制 第二就是我們會否認 我們的知覺的部分 譬如說 有時候有些人妒忌一個人 他不知道 他沒有留意到 原來他正在妒忌另一個人 譬如有時候很簡單 他的丈夫跟另一個女性聊天 是沒有什麼正常的 但是他覺得這個女生 我先生跟他聊天 聊得這麼投入 跟我聊天又不是這麼投入 他就妒忌了 那個先生也不知道 沒有知覺到 原來我跟我太太聊天的時候 我沒有什麼開心的表現 我跟這個女性的經驗 我很開心 這個就是他不知覺到 有時候也會否認 還有有時候 這些不良動機 我們自己會否認 第三就是 太留意某一件事 譬如掛著 弄手機 別人在那邊說話 你都聽不到 這就是一個可能發生的事 譬如我們想得到一件事的時候 就會忘記留意我們的情緒和行動 譬如有個人 很想買一件事 因為很想很想 於是就沒有留意到自己 好像說的話 做的事情 影響人都不知道 他自己很急很急 於是影響人 因為他很想要一件事 譬如說 有人問我們 你捨不想買東西 我們說好 但是買東西的時候不耐煩 其實沒有留意到 原來他其實很忙 很多事情去做 其實他不想去 或者他沒有心機跟他去 不過你問到 好吧 跟你去吧 但是去的時候 去得很不耐煩 我不知道大家有試過 你答應了人去做 但是去得是不開心的 這個就是一個不完整的知覺 就是說 我不知覺到 其實我不想去做 但是我硬去做 但是做的時候 又不開心 如果我們成熟的基督徒應該怎樣 我是有很多事情做 不過我答應了他 我去都跟他開心去做 這個就是知覺 我知覺到 我就開心去跟他買東西 去跟他做事 就不要一直跟他買東西 唉 不能選擇這麼久 唉呀 有什麼好選擇 差幾毫子而已 沒所謂 他又不知覺 又不知道自己一直表達 他的不滿的情緒 這個原來是知覺性的那麼重要 譬如有人對我們有批評 有時我們就會說 謝謝你 謝謝你 但經常都不開心 唉呀 真是壞 說錯話給他還我 唉呀 真是很醜怪 這個其實他裡面是不開心的 他不接受到的 那麼 我們知覺是怎樣 其實人錯是不死得的 這件事很重要 我們一起說一下 人錯了是不死得的 不是天嵐下來的那樣大件事的 真的 但很多人就覺得 很大件事 如果我錯了 被人說我錯了 哇 醜怪到不得了 唉呀 都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人人都會錯 沒什麼所謂的 這個是他的信念 影響到他的表現 影響到他的情緒 其實很多人的表現 都是因為他不知覺自己的東西 就認到他的反應是不得健康的 譬如說 有個人專注做電腦 太太叫他記得買兩樣東西 答應了 但完全聽不到 大家有沒有試過這件事 有人叫你去買什麼 買的時候記得選什麼 選什麼 要怎樣選哪種 那你就說 噢噢噢噢 尤其媽媽媽吩咐子女 是多數都不喜歡聽的 那他就說噢噢噢噢 然後出去了 又忘記了 隨便買回來 然後回來就不對版 這就是沒有專注去聽 好了 原來我們沒有留意的 有時候會影響我們 有時候有些人 他經常都很低沉 他經常都很煩惱 他不知道這些東西 影響著他 他沒有知道的時候 他不懂得處理 即是說我們知覺到 那些不知覺的東西 是會影響我們的 另外就是 期望 期望也得不到 譬如 有些人經常都期望 即是想 I want 經常都想他家人 更加禮貌一些 期望他們對他好一些 送些禮物給他 買些他喜歡的東西給他 或者他希望男朋友女朋友 怎樣對他 很多時候未必是實際的 因為根本那個人 都不是這個性格 不是這個性格 他就會很失望 很不開心 為什麼他會這樣 人家都願意這樣 他又不願意 一個人就是一個人 跟另一個人不同 另一個人喜歡 這個人是未必喜歡的 所以我們選擇朋友 選擇配偶是非常重要 一定要尋求神的心意 不是他一定會聽的 很多人都會這樣 拍拖的時候 是很多問題 不過結婚了會好 沒有這回事 結婚不好 結婚之前不好 結婚之後更加不好 是不會改善 除非他們真的刻意處理 如果沒有刻意處理的時候 只會越來越煩惱 越來越猛 越覺得難受 這就是因為他 他不知覺 他自己很希望 他的配偶 將來會成為一個這樣的人 他不知覺 他就期望他會改變 我睡得多 他會改變 他將來會改變 但他不改變的時候 他就很失望 很不開心 就是因為這些 各樣東西 不對稱 不知覺 不去處理 有時期望 想得到的東西 暫時不能夠實現的時候 他不知覺 他未得到的時候 他會帶來的情緒 即是說 他不知道 他想什麼 但得不到的時候 他會不開心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有這件事 很想找一份工 找不到 很煩很煩 那你反思 即是工我們沒有擔保 那你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做就是 自己靠耶穌 起落一點 怎樣學習更加容易找工 學習不同的技能 或者上一些課 然後怎樣上班的時候 有些積極的心態 這樣我們就能夠有好的工 但通常人不是這樣想 唉 慘了 這份工又慘我 那份工又慘我 我真的不行了 即是有時人的期望 他得不到 他就會不開心 因為他不知覺 OK 我們說行動 為何需要說行動 因為有時人們不知道我們做什麼 就是說 我昨晚睡得不好 所以我現在有點累 我們說出我昨晚做什麼事 因為我現在很多事情在想著 我很多事情在一起 我現在時間很趕 我太太聽到我 遲些再說 現在時間不對 就不要強迫要說 有時我們就說 我聽到你所說的 有些人擔心我們 我們就說 我聽到 但人們擔心我們是否有心聽他說 這也是一個 我們說給他聽 我聽到你所說的 這就會給人一種信心 你聽到我所說的 但有些人 我還記得有一次 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是很好的 很愛主的 他跟他太太一起 跟我一起走 那他太太在說話 那他做什麼呢 嗯 嗯 那他太太反應 整天都是嗯 整天都是嗯 其實這個人是很好的人 很愛主的人 但他不知道 他自己用這個方法 太太說什麼 嗯嗯 其實太太覺得 你都不是聽我說 你想呼善 你想我不要出聲 但如果我們說 我聽到你 告訴我這件事 好 我留意 我們遲些說這件事 他可以這樣做 但他就沒有這樣做 就是嗯嗯 別人都覺得很不喜歡 或者說我現在都累了 或者說 我剛剛打斷你的話 對不住 我剛剛說話時 我又說話 對不住 這些都是行動 就是剛剛我做了的行動 那將來的行動 我答應你 我答應你 明天來 探望你 但是當然 就是要探望他 如果你答應又不探望 那就是 其實就是 失信了 好了 知覺性的事情 就是 當你開始 譬如有個人跟你聊天 我留意到你 很專心聽我說話 我很喜歡 我看到你有笑 有回應 你有問我問題 我很喜歡 那些就是 那些人就會覺得 我專心 你看到 你會欣賞 他就覺得開心 對吧 所以這也是我們 跟別人溝通的時候很重要 就是我看到 我看到你很專心 但有時候那些人很緊張 緊張的時候 你看到那些手 自己一直不知做什麼動作 那我們 你又不要說他 你的手不知做什麼動作 你就怎樣 你是不是有點擔心 有點緊張 就是盡量用一些輕一點的說話 就不要說你很猛 就是盡量用輕一點的說話 你有沒有擔心些什麼 去了解他所擔心的東西 這樣就大 就是你有知覺 你可以看到 然後你可以了解他 其實是很重要的 結論性的事情 就是要說出證據 譬如說 你也不聽我說話 但另一種方法有證據 是甚麼呢 我一直說的時候 你在看手機 你聽到我說話 最好其實也不要用一個控訴 就是說 你有沒有聽到我說話 我看到你一直看手機 我們可以問他 你是不是在等著訊息 你先看一看 我們先談吧 好嗎 這個就是 這個結論性 是需要有證據的 譬如說 你也不想陪我買東西 但我們可以說 就是 你先答案時 好像有點猶疑 你也不想陪我買東西 不要緊 我自己可以買 你想要陪我一起買呢 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東西 告訴他 當然我們要留意 那件事會不會令人不開心 即經常留意這件事 這件事是因為我訓練習慣了 還有我輔助過很多人 我也試過遇過很多反 其實 總之凡是說別人不好的東西 真的盡量不要說 是引導問他 你是不是有關心的東西 有些擔心的東西 有些不開心的東西 去問他 而不是就說 你又不開心了 或是心在那裡 你不開心 接著自己的表情 就很不開心 這樣 人家是看到的 人家是看到我們的 我們不開心 人家是看到的 這樣的時候 人家就覺得 有些什麼 大家不贊成 你就會很猛的了 你就會不開心 這些就會造成影響關係 當我們說出證據的時候 對方可以說是 或不是 譬如你說 譬如你說 你一直跟我聊 一直看著手機 你聽到我說話 其實不可以這樣說 你是不是有些東西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是不是有些東西 等著手機 有人回覆你 你不如先看吧 我們先談吧 這個方法比較好一點 但譬如說 當我們說出 譬如說 你是不是不想聽 或者 好像在這個時候 你沒有時間跟我對話 可能我們覺得 他不想 但可能他不是的 因為我有個緊急訊息 我收到之後 我就會跟你談 所以他可以認同 或是不認同 譬如有些人說 你當然不喜歡我 拍拖的時候 周時都會有 在那裏 你怎麼不喜歡我 你怎麼不想跟我一起 這個結論 是否真 或是不真 有時未必是真的 這就是我們 人家說 不是 是 我們便接受 接受他是這樣說 雖然有時候 人會說錯話 有時候他未必真的 譬如他明明不喜歡 但他仍然說喜歡 為甚麼呢 他怕冒犯你 我們自己要分辨 他說不是不喜歡 但我們分辨他是不是 但不要跟他爭 他說 我喜歡你 你說不是 你不喜歡我 沒有用的 咬是沒有用的 而我們說證據的時候 很重要 或者說出一些事情的時候 為自己說話 不要為他說 不要說你也不聽我說話 你可以說 你有沒有聽到 即是我說話 你有沒有聽到 就不是說你不聽我說話 這就是 說別人的 我們是表達自己 第二 說出證據 第三 說結論的時候 留有餘地 就不要說 你也不喜歡我 你也不喜歡跟我一起 不如不要做朋友 這就是沒有餘地 盡量說出的時候 是說出是否我跟你聊天的方法 或者令你不開心 我們可以怎樣改善 這些就是柔和的方法 但有些人就會跟我說 好像你這樣說話就辛苦了 經常要想 經常要想 人家怎樣反應 但如果我們不想 我們就容易傷害人 所以普通人就認為 你見到普通人 他們的租職人 是隨時隨地的 從學校開始是這樣的 那些人喜歡疾人 那些人 就別人覺得他很厲害 即是 他疾到別人 不懂得回答 他就覺得厲害 其實這是一種 非常不好的文化 結果 拍拖的時候 會笑對方 一直疾對方 你看看你的樣子 你看那個女生多漂亮 你又這樣 你穿了衣服 顏色多好 你穿了衣服 都不漂亮 那這些就是 其實一定的關係 一定是不好的 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 即是說話 強烈了 不知道的 好了 講到感受的說話的時候 讓對方知道 我們的內心世界 我很開心看到你 我真的每次跟你聊天 都覺得很舒服的 那我自己跟別人聊天 都很多次 有人這樣回應我 是令我很舒服 我又多謝他 多謝你 告訴我 跟我聊天很舒服 我很開心 能夠跟你聊天 有時候感覺會混合 譬如說 他又喜歡跟他一起買東西 不過心裡又哩哩 因為他有很多事情做 又想又不想 你問那個男生 想跟我結婚 那個男生又想又不想 結婚又有很多責任 我又沒有錢 或者我還有另一個女生在想 人可以這樣混合的感受 我們是需要分辨 需要了解 如果真的他在想另一個女生 那你就知道的時候 你了解 是不是有一個人你很喜歡 你覺得跟我的關係都不肯定 那我們就看看 尋求神的心意如何做 我們可以有這種客觀 不過很多人就不行 為什麼呢 他的生命就在乎他的男朋友 沒有了那些男朋友 他好像想死一樣 這就是我們的生命 是不是依靠一個人 明知道他有問題 但是依然是繼續的關係 我們需要分辨 但是有很多人 因為不懂得溝通 不能夠分辨到對方 其實是不是不喜歡我 是不是有些問題 我們關係有什麼問題 有些人應該說感受 不是說感受 他說說結論 譬如中間這裡說 我們應該多說些事情 其實他可以說 我喜歡跟你聊天 是不是舒服很多 譬如說 我們應該多說些事情 就是一種應該 但是我喜歡跟你聊天 那感覺是不是開心 喜歡的 小朋友會多些 小朋友看到人 有時候不一定說話 他的行動 他看到你手沒足道 很開心 我們會覺得開心 這就是表達感覺的重要性 但是通常大人 人大了就會沒有表達 不會說很開心 小朋友就會 這個其實 是不是跟小朋友相處容易一些 而且開心一些 因為他會表達 表達他的感覺 所以更加容易聯繫 但是有些人想保護自己 就不敢把自己的感覺說出來 因為封閉了受傷太多 所以不敢說出來 譬如說 你不應該跟他買東西 例如他走去買東西 你可以說 我想你陪我 我喜歡你陪我 我喜歡你陪我 而不是說 你不應該 不是說理論 而是說 我想怎麼樣 我喜歡怎麼樣 我們可能覺得說感性的說話很冒險 因為我們覺得 別人會拒絕 以及說你這麼脆弱 這麼沒用 但是這個就是 將我們表達出來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表達憤怒 說出憤怒和表達憤怒是兩回事 說出憤怒就是 當我看到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我是有生氣的 還有 你這樣做得 爆出來 有時候人受不了 所以表達是比爆出來 你表達到 就沒有那麼爆 譬如說 剛剛那時候 我約你幾點鐘 但是你遲到了 我是很不開心 就比爆出來 那當然 可以另一個方法說的就是 用一個關心的角度 就是才有什麼發生 然後說完之後 都可以說的 我都想你想一下 我 我想了 我想你想一下 我等你那時候的心情是怎麼樣 我在等你 約了你幾點鐘 我在等你會怎麼樣 還有行動都可以表達感受 比如說笑 哭 握手 發生氣 都可以表達感受 間接的行動 就是送禮物 為對方做事 或者疏遠對方 都可以表達感受 有正面有反面 原來人的感受 可以透過行動去表達 行動也要澄清 譬如說送禮物 最好是怎樣送呢 我很感激你 很喜歡你 所以我送這個禮物 給你表達我對你的心意 這樣送呢 生日禮物 是很不同的 任何事情 我們都是表達出 那種原因 解釋你有什麼好的地方 對方會覺得很安慰 我跟太太 很多時候都會告訴她 我喜歡她 我喜歡她 喜歡她的什麼 大家都欣賞 大家都歡喜 如果行動不出聲 可以是不同的原因 譬如有些人送禮物 只是想回禮 或者覺得很內疚 所以給你回禮物 未必是感謝的 說到意向性的說話 有些人覺得很醜 我想你陪我 覺得很低威 但其實 很多時候 人們在吵架 你都不理我 你都不理我 其實她可以轉一轉 我喜歡你跟我一起 我喜歡你跟我聊天 是會舒服很多 其實 有些人就覺得很醜 但另一個人其實覺得喜歡 你告訴我 我喜歡你跟我聊天 你跟我聊天 我很開心 很舒服的 那人就會怎樣 她就說 你不要跟她出去 而不想說 我想你陪我 最好是直接 即是表達我們想什麼 你為什麼沒有說話 我們說 我想你跟我聊天 我想聽聽你的內心世界 或者說 你不應該這樣做 這個是應該的 就不想說 我不想你這樣做 即是我們說 我不想你這樣做 我不想你跟那些朋友一起 我覺得那些朋友有些問題 好了 我們現在練習 溝通的時候 儘量五類的溝通都說了 即是有一個人說一件事件 就說出那五類 由其他人就能夠 identify 就要 identify 就要 identify 總共是 即是說 他裡面說了些什麼 去幫他表達 還有你也都回應他的表達 即是回應他所說過的那五樣東西 即是雙面的溝通 第一 這個人溝通 亦都可以問他問題 去更去了解 OK嗎 即是說 即是說 有一個人選擇他講一件事 而講的時候 儘量五樣都講完 五樣都講完 那講完之後 那些人可以回應了 可以不 有時可以一路聽 大家都可以習慣這件事 抹抹抹 對呀 這樣嗎 這麼好嗎 即是可以有這些回應的中間 那我昨天輔導的時候 我都讓我丈夫看到 你看看 在說話的時候 她看起來很傷心 我一路看著她一路額頭 但丈夫就一路看著下面 那這個就是有時候 人就會有這種情況 我們都可以看著她有些回應 OK K ли阿姨 看一下 可以嗎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